憂鬱對我來說是長期保持著一種不安感和一種仇善感 又來到飲咖啡聊天的時間 今天介紹什麼呢? 這麼作狀地放一隻杯子在床頭板上 猜我也是想介紹這個燈,是嗎? 那麼容易讓你猜到的就不是林偉豪 今天我想介紹的是這棵牆 好了,這棵牆有什麼好介紹呢? 這棵牆是真的 我不是想介紹怎樣用櫃來選一間房間的東西 小確幸,小朋友家不需要這樣去選方法 想介紹這棵牆呢? 是介紹這棵牆的顏色 我記得在我擁有這個家 然後要裝修的時候 當時幫我裝修的公司就問我 你的客廳想要什麼顏色? 走廊要什麼顏色? 洗手間要什麼顏色? 廚房要什麼顏色? 當然包括的就是你的睡房要什麼顏色? 當時我的考慮是有兩個 第一個考慮是因為 那時候我還有在電台做深夜節目 所以我要一個很好的空間給自己 在日光日白的時候睡覺 所以我第一個概念就是 我想我需要一個很暗的房間 另一個就是 那時候我用的電話 電話殼是一隻很漂亮的藍色 我很喜歡那隻藍色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不是那麼喜歡藍色的 我曾經喜歡橙色 什麼時候喜歡橙色 我又很喜歡粉紅色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粉紅色 那一陣子我很喜歡 我的電話殼的顏色 那隻顏色有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叫Midnight Blue 於是乎我就跟裝修做設計的公司說 我想要Midnight Blue的顏色 那樣 很奇怪 專業就是專業 他真的會找到給我 於是乎 好啦 我就決定我的房間 是三個主要的色調 一個就是我心目中很想要的 不知為什麼靈感是來自電話殼的Midnight Blue 另一個就是灰色 第三就是木色 因為都是用木加絲 所以就組成了 在現在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個空間 深灰、淺灰、淺灰、木、藍 一件事情 Midnight Blue對我來說是 為什麼我這麼鍾情呢? 第一就是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睡 就算我日光日白看著他也好 我也有那種 Stary Starry Night 那種感覺 另一樣就是 Midnight的感覺 對於我來說是很重要 尤其是以前當我要做節目呀 我又寫劇呀 又做不同類型的創作的時候 五夜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那個時間 不知為什麼呢? 你會不會是呢? 那個生產力是靈寫高的 我經常都是做到可能晚上兩三點才走去睡 所以就算我的房間不是Midnight Blue也好 其實我看出去外面都已經是Midnight Blue 我很喜歡那種五夜的感覺 而對我來說 Blue也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它除了是一種顏色之外 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憂鬱 憂鬱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 不知是否尤其是對男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創作條件 我當然喜歡憂鬱這個字 都會因為梁朝偉 所以無論是Midnight還是Blue 對於我來說都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可能你也有的 你那種叫做Monday Blue 逢星期一 但逢星期一不夠我工作 所以我要一字日都要有 我要Midnight Blue 這個是我鍾情於五夜男 和選擇她放在睡房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五夜的創作能力是非常之好 包括以前我做電台的時候 很奇怪的 不知為何有些想法 是真的要在半夜的時候 它才會爆出來 我當時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會寫下每半個小時 我有些什麼要說 或者是歌與歌之間有什麼要說 但通常我都沒有用我寫下的東西 我可能用了一點 就是開頭 但是一路隨著音樂 一路隨著那個時鐘 由2點到3點到4點 然後有些在網絡上面聽眾的反應 混在一起 有很多新的東西會出現 其實我到現在也是 我早大約半年前 我做了小王子的中日本的一個錄音版 放在我的podcast裡面給大家聽 那時候也是 就是心血來潮很想做這件事 然後我覺得 不知為何我都是讀本故事書 還有我讀故事的方法 我是非常忠於圓著 我是不會加插一些額外的 自己的文字或者自己的作語詞 下去那本作品裡面 但是 就是五夜錄出來的感覺 無論如何都是比 早上和下午錄是好一點的 就算 就算我只是做剪接都好 不知為什麼 好奇怪 你 晚上剪出來的東西 那個感覺 和日光日白 看著太陽剪接做的感覺 都是兩件事來的 寫書也是 不過 講到寫書那段日子 我又發現了另一件事 一開始我都是晚上做的 醒醒一下發覺 不要玩 三十多歲人 其實熬不到東西的了 所以 這個 就是喜歡Midnight 極 或者覺得那個創作力 大極也好 始終滴不過的就是 時間到了十二點 那灰姑娘就要回家 所以 我現在更加 慶幸當日我選擇了 五夜藍作為房間的一個主題 因為 當我想不到事情的時候 仍然是日光的時候 只要我坐在這裡 我有本寶 大家知道 我有本寶仔在手上 我之前有展示過給大家看 都有我今集的稿 它都是Midnight Blue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個朋友這麼厲害 他知道我喜歡的所有東西 在上面我是可以寫到寧寫多東西的 我 在書房我都寫不到這麼多東西 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不過 現在不可以熬夜了 所以只可以從一個視覺的空間 或者是一個心裡面的感覺 去揭力維持著那種 令自己可以好好去創作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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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 Tone 可能是因為我和自然界其實不太有連繫 有些人是看到樹林、森林或大海 它會很有Feel 但我就不是 我也覺得它漂亮 但我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想 喜歡那種午夜藍色的憂鬱 憂鬱是一種命中注定的連繫 而這種連繫也影響了很多關於 我自己的生活、體驗、學習 諸如此類 憂鬱是什麼呢? 憂鬱對我來說 是長期保持著一種不安感 和一種仇善感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有時我甚至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 我總是相信善良 我總是相信公義 諸如此類 不過 一個 一個 愈想正面去思考的人 他愈容易受到外間的一些 相反的事情 去影響 其實在心底裡 是會遇到憂鬱 那種的憂鬱 未必是負面的思想 未必是那種很灰的那種想法 憂鬱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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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再壞的世界 都仍然想很安靜地去面對的一種態度 但我要強調憂鬱不是不問世事 憂鬱不是呆了 憂鬱不是啞口無言 我覺得擁有憂鬱這一種性格 對我來說是好處多於懷處 因為憂鬱是一個讓我思考 讓我甚至可以說是反思的一個顏色 正常的午夜應該是藍色的 我記得前年的這個時間 五月尾 我應該是在澳洲的烏魯爐 澳洲中央的一個地方 是國家公園的地方 在烏魯爐我見過人生中最美的星空 因為在那個國家公園真的沒有燈 除非有車在旁邊經過 或者你放了電話在身邊 否則你可以看到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光害的星空在你眼前 你會刻然發現 原來在星星的襯托之下 天空應該是藍色的 在一個這麼自然 這麼不受人為影響的地方 你真的會有一種黑夜不再來的感覺 你覺得每一個晚上都是美麗 每一個深夜都是我最喜歡的藍色 只可惜 我們每一個人都難以 生活或者生存在一個 沒有人為影響的天空之下 所以 這個真正在窗外面 由人類不斷去影響的天空 它不再是一個藍色的五夜 它是一個黑色的五夜 正所謂 黑色五夜 心不見底 對於 現在在頭頂的這個黑色五夜 我 其實我看不到它的盡頭 它就好像一個黑洞一樣 每一天都將 我在憂鬱以外 本應存在的快樂 本應存在的滿足 本應存在的… 總之是正面的東西 它都一直吸走 黑夜已經成為了一個 令人恐懼的狀態 在這個時候 我又看著我房間的這棵牆 多得多得我有一種憂鬱小生的心態 就是… 面對著再多的困難 我都想… 仍然很… 沉著地去應對 處變不驚 既然… 黑夜已經來臨… 唯一可以做的是… 鬥命硬 因為… 我們每一個人… 我自己… 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天空的顏色 甚至…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要求… 在我身處的環境裡面 要求身邊的人 大家一起去配合 讓我們的… 黑色天空 變回一個… midnight blue的天空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只是可以鬥… 長命 鬥硬正 由於我相信… 所以… 我相信… 我們可以… 去創造五夜藍出來 就好像要將… 一個我們頭頂的天空 變成烏魯魯的天空 其實很簡單 用少點燈 用少點電 當然… 不要有些燈是要… 長期開著的 減少光害… 你就會看到… 天空… 它本身應該有的顏色 所以… 既然… 我相信… 五夜藍都可以創造出來 所以… 我亦都相信… 黎明伯… 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或者… 我們都需要… 更大的忍耐… 都需要… 更多的堅毅… 甚至… 需要一些的犧牲… 需要一些的… 磨練… 才可以得到… 但是… 只要相信… 我們可以… 創造出… 我們所喜歡的色彩… 我們可以創造出… 我們的一片天… 希望… 有看著… Calfrey Talk的你… 無論你現在… 在心情上… 實際上… 面對著… 任何的一種… 心不見底也好… 心不見底也好… 請相信… 至少我們可以… 由自己開始… 成為… 自己最喜愛的顏色… 下次… 喝杯咖啡…